翘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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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演练的时候,不要一味的快和一味的揉 这个应该是刚揉相间的一个动作 半马步切掌 右脚向左脚靠楼层,左脚在前的并步 同时,右脚下弧线,向前撩掌,掌心斜向上 左脚同曲肘,回收,拍击,右腕外 掌心向下,目视右脚 左脚向前上一步,呈半马步 同时,左脚向左脚前,横切 掌心向右,掌心向下,右掌变全,收抱于右腹部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提起腾空村长 传统名叫燕子专天,左脚向前垫步 右脚向前上步,呈右蟹部 同时,右拳经左小臂上,向前下摘全,拳心向上,高于喜齐 左掌,左掌变全,驱走于右小臂,十字,相交于腹前,目视右拳 右脚蹬地,向前中跳,左腿驱袭,向上提 同时,两拳变走,右掌在身前上穿,左掌下探,目视前方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铺部村长,传统名叫燕子抄水 右脚落地,左脚侧铺成,左铺部 同时,左掌眼,左腿内侧,向前穿至左脚旁 掌指向前,右臂直掌,斜向后举,目视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铺部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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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掌由后向下,向前抄起,与左掌在身前相交 右脚向前一步称,右提步 同时,两臂内旋在胸前翻转交叠 再 конечно看一遍 随便备技工、 strings of blades 未有 HYB 用右掌面註法铺部村长 四股 intimidate 铺部村庄迫眼 Apostle 请看侧面 十二行中的验行 行义拳主要是学它的超水之精 还有积水这些特点 在演练的时候 以跳躍为主 反映清零高度 再一个,还要强调 连接钢石 最后积水要反映钢石 这个积水 它是一个抖手劲 不要搁在这儿 搁在这儿就不叫积水了 那样子拍完板就这么僵硬了 它怎么能有弹性啊 怎么能再飞翔啊 这一点它应该是挡过来 挡过来 接下一个动作 这一点组合练起来 应该是 臂打开 两臂形容成这个 燕子的两个膀子 在空中翱翔的状态 两个腿 应该是 全在府前并拢 在空中翱翔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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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拳收于右腹处 右腿向上 右脚前上一步 左脚跟进成 左右三体四 同时 右脚向前前 右脚向前 右脚向前 左脚向前 右脚向前 蝎部双成掌 传统名叫伏地龙行 右脚外掰 左脚跟提起 同时 左掌上穿 右掌顺势下落 上体右转 两腿蹲成蝎部 同时 左掌取走内收 与右掌在胸前交叉 右掌在外 左掌在里 然后向左右两侧称掌 臂微曲 掌心向外 掌指向下 目视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提起双成掌 为十二形龙行 左脚以脚掌 右脚以脚跟为轴 向左转一百八十度 向左转一百八十度 两洗微曲 同时 两小臂先外旋 使掌心向上 在四肢内旋 使掌心方转向下 在胸前 十字交叉 右上左下 右腿直立 洗微曲 左腿曲洗提起 洗高过腰 脚尖上翘 同时 两掌用力向左右撑出 掌心向外 目视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十二形龙行 反映龙有三则之势 在这两个动作 主要是反映 团龙 在低处 要双肘撑圆 歇步做稳 腰胯凝转 起了以后 要有伸法 要有伸法 做一个拧腰 白腿 撑双肘的 这么一个形 往前撩起 重心要前移 完了接着脱龙 再撩起 再撩起 先提起 勾脚尖再往回撑 是这样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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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跳右踹腿,传统名叫折龙升天 右脚向右前方落步 用力蹬地向上重跳 右脚尖外展向前蹬踹 同时,右掌变全收回腹部 再向前蹲拳,高于眉旗 左掌由后向前,弧形摆动 在身前变全收于右肘内侧 全心向上,目视右拳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同时,右小臂内旋由拳便掌 掌心翻转向下,收于右胯旁 左拳便掌,经右掌上向前下方伸探 掌心向下,高于喜平,目视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重跳 重跳 左踹腿 为十二行之一 龙行 右脚向前,右脚向前上步 蹬地向上中跳 左腿随之趋腿前提 脚尖外拍,向前横踹 高于喜平 同时,左掌边挥拉边变拳 再经胸前钻出 拳高眉旗 右掌变拳 全心向上 收于左肘内侧 左脚前落横踩 两腿曲起交叉成 左肘部 同时,右拳上钻 拳见拳 便掌下方前探 掌心向下 掌高于喜平 左掌回收 左胯旁 目视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半马步成长 传统名叫三盘落地 右脚向右后方 侧一步 左脚随之后退 呈 左脚在前的并步 同时 左掌经右掌背上 前伸 掌心向下 然后两掌外旋曲臂 掌心翻转向上 交叉回收于胸前 左脚前上一步 两腿曲膝半蹲成 半马步 两臂内旋向左右两侧 曲臂外撑 两掌置于 两脚上方 掌心斜向下 掌指向内 目视左前方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搓踢崩拳 上体微左转 左脚尖外摆 借重心前移 右脚尖勾起 由后向前 擦地搓踢 脚高不过膝 同时 右掌便拳 经腰侧向前崩拳 拳眼向上 高于胸臂 左掌向上 力掌浮于 右小臂内侧 掌心向里 目视右拳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退步顶走 借上体 左转 左脚后蹬 右脚尖里扣 向前踩落 左脚跟进 呈回头后的 左三体四步 同时 右拳向平 摆至胸前 全心向下 左掌浮于 右拳面上 一起向身右后顶走 目视右走尖 左手 二手 刚刚 接,转身,退步顶走 两个动作要连起来练 搓踢崩拳是上下起打 这个搓脚要贴地 往起搓对方的迎面骨 同时打出右崩拳 这个劲儿的 接着 收回右脚以后 右拳面与左掌相合以后 借着左脚的后蹬 向前上步,向后坐伸 练出一个退步三体式 这个要叫掌了 到这以后 是这样一个动作 连起来练应该是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五段 上步右贯拳 上踢左转 左脚向前方弧形上步 脚尖外拍 右腿直立 同时 左掌由后向左上方弧形摆掌 右拳全心向上收抱于右腰侧 目视左掌 右脚向前上一步 两腿成三体四步 同时 右拳由后 向右向前上方弧形 横摆贯挡 臂微曲 全心向下 高于眉齐 左掌浮于右小臂内侧 目视右拳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马步推掌 传统名叫 推窗望月 右脚外拍 左脚向前 横称踩落 脚尖里扣 右脚 两腿半蹲成马步 同时 右拳小臂外旋 回收 右胸前 拳心向上 左掌掌心向外 向左侧平推 高于肩平 目视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马步双顶走 左脚外拍 右脚上步层 右提步 同时 左掌变圈随转体 臂外旋 在胸前欲 右拳十字 左掌变相交 左内右外 全心向里 两臂抱圆 右脚向前 横跨一步 两腿屈膝成马步 同时 两臂内旋 两全心向下 两臂屈走抬平 向两侧顶走 目视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请看侧面 我说 这个月是行业拳中 传统套路 刹尸垂 比较典型的一个动作 他讲折身 再发 而且这个 左脚横撑 往前 向 往横地撑 这个 把膝蓋的膝蓋长同时到位 这样这个劲力才能发齐了 叫整了 马步双顶肘 在胸前两臂极限的外旋 外旋是为了疏伸揪身 最终是说展开的时候 就像压紧的堂皇似的迅速堂开 白掌冠拳 推穿望跃 马步叮走 这三个动作 在这个套路里应该是连贯练习 白掌是顾法 冠拳是打法 顾打结合 这个要跟上部结合唱 绕部左转拳 围十二形中雄形 上部右转 右脚略向前移 左脚跟进 同时 左拳臂 外旋经胸前 向前钻拳 拳心向上 高宇没平 右拳收至 辅前 拳心向上 目视左拳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请看侧面 绕部右批掌 绕部右批掌 为十二形之一 樱形 左脚向左前上一步 右脚 右脚随之跟进半步 略蹲 同时 右拳 边边掌 边经 胸前 上穿 并经 左拳上 向前方 披按 高宇 跨平 左拳便掌 下落 左胯旁 目视右掌 好 請再看一遍 好 請看侧面 上步松重拳为十二行中抬行 右脚向前一步 左脚跟进成左提步 同时两掌变拳向上再分别向左右画弧 全心向上收抱于腹前 左脚向前一步右脚跟进成左三提式 同时双拳从腰部向前下方撞击 两肘紧贴内腹全心向上目视双拳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作评阅 而且再撒心 作评阅 顺下的时候 双一命 油甸 可以跟骨子有這樣的步销 以这个形式反映它的素围 踏肩最轴两轴贴内 素围一体双臂 往前下翻浪地创击双拳 动作前期还有一个伞 一个上分手 这个上分手要一气哈成 弱的时候要先走贴内 不要这么弱 一个是走不离内的原则违背了 再有这样不紧密 背借不了胜利 所以必须得是往回 往下沉 往螺旋走回拉 同时到旗子两侧 这样才能把所说 那个台 台的那个 绑着 一下都竖到身上 接着 向下俯冲 他学的是这个形和意 所以这个动作应该是 这一步 翻身挑拨掌 为十二形之一 蛇形 左脚外掰 右脚向前 右脚向前一步 脚尖内扣 上体左转 同时 手心向上 右手心向上 右舌行手 取臂回收 经右肩前 下插至左胯旁 手指向下 手心向后 目视前方 右脚 右脚向右前方 右脚向右前方 上一步 左脚随之跟进成 右三体四步 同时 右臂外旋向右前方挑拨 护口向前 力打小臂 高与跨平 左掌下落于左腑前 掌心向内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对 跟您的背景 好 及 第六段,右转身提起穿掌,传统名叫猿猴拖印,右脚后侧一步,左脚不变,两腿微曲,同时右舌行手变掌,由外向里摆掌于腹前,左舌行手变拳,全心向上贴于腹前, 上面,上体右转,右脚尖外摆,左脚向右盖部里扣,两脚略曲成内拔字,同时右掌向左上方穿掌,至头上方时,小臂内旋,右掌上托,掌心向上,右脚向后侧一步,随之左右左手在体上, 前,快速前穿掌,左脚向右脚内侧并步,同时,右掌经左小臂上向前搓掌,左掌回收左腹前, 前,左脚向前,左脚向右丰后侧一步称左三体四步,同时,左掌经右小臂上向前搓掌,右掌回收腹前,重心一致右腿,左脚屈拒提起, 洗膏过腰 脚尖勾起 同时右掌经左掌上向前穿掌 左掌回收 左胯旁 两掌心均向下 目视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重部左批掌 传统名叫 猴子种山 左脚前落 随即右脚向左脚前上一步 同时 左掌经右掌上向前穿掌 左掌收回腰跨处 掌指向前 掌心向下 目视左掌 左脚蹬地向上腾空正跳 左脚屈膝前提 脚尖勾起 同时 同时 左掌贴右掌上向前探掌 左掌回收 左胯旁 左脚向前落步 右脚根部成 左三体四步 同时 左掌贴右掌上向前批出 高于胸臾 右掌回收 腹前 目视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十二型的猴形 反映圆圆猴地 身灵转换快 比特别 在这里边 有猴刀绳 有种山 还有一个猴托印 在这里边都贯穿出来了 所以在练这个动作中 应该反映 这个身法来 转换 灵活来 再一个重跳高度来 在做这个掰扣布时 上肢 上肢 与脚的配合 腰的配合 要旋转一致 流畅 左转身 提起村长 传统一致 圆猴拖印,左脚向左掰步,右脚向左脚后方扣步呈内拔字步 同时,右掌不动,左掌向左,臂外旋使掌心翻转向上 经腰腹部向右上方穿至头顶,掌心向上 左脚向右后方扣一步,右左右手在体前快倒穿掌 右脚在左脚内侧并步,同时,左掌经右手臂上向前扫掌 右掌收至右腹前,右脚向前上一步,呈右三体四 同时,右掌经左掌臂上向前扫掌,重心移至左腿 右腿曲洗踢洗,洗高过腰,脚尖勾起 同时,左掌贴右掌上方向前扫掌,高于胸平 右掌回收,右胯旁,目视左掌 左掌上方向前扫掌,请再看一遍 右掌上方向前扫掌,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众部右劈掌 传统名叫 猴子中山 右脚向前落步 左脚向右脚前上一步 同时 右掌贴左掌上向前穿握 掌高口平 左掌回收左胖旁 两掌心向下 掌指向前 左脚蹬地向前上中跳 右脚曲洗前提 脚尖勾起 同时 左掌贴右掌上向前探握 右掌回收右胖旁 两掌心均向下 目视左掌 左脚向前落步 左脚 两腿成 右三体四步 同时 右掌贴左掌上向前披掌 掌心向下 掌高胸平 左掌回收腹前 掌心向下 目视右掌 目视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退步 退步右批掌 右脚向右掰步 左脚跟提起 半蹲成右盖部 同时 右掌变全 从右掌上向前披掌 至腰腹部 随转体 经心口 向右后方 钻出 高于鼻齐 左掌变全 全心向上 停于 左腹部 左脚向 左侧后方 侧一步 同时 两拳变掌 左臂内旋 掌心向下 侧回右腹前 左掌经右掌上方 牵插 掌心向下 右脚向后 侧一步 同时 左掌收回 左胖旁 右掌贴 左掌上 向前 戳低 掌心向下 左脚 再向后 侧一步 重心 移至左腿 右腿 屈膝提起 脚尖勾起 同时 左掌贴 右掌上 向前 插掌 高于口屏 右掌回落 右胯旁 两掌心向下 掌指向前 左脚向前 落步 右脚跟进成 左脚跟进成 右三体四步 同时 左掌经 右掌上 向前 穿移 掌心向下 左掌收于 左腿前 掌心向下 目四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盖部双重拳 为十二行之一 马行 右脚向左盖部 两腿前后 交叉 两拳弧形 摆动至 左肩前 左拳心 翻转向左 右拳心向上 曲走 停于 左走 内侧 左脚向 左前 上一步 右脚跟进成 左三体四步 同时 左右 两臂内旋 全心向下 向前 撞击 左拳 左拳在前 右拳 掠后 掌高 拳高 胸平 目四 左拳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请看侧面 十二行中马行 练的是 马有 机体之功 形成之能 是通过 脚底下的前灯 后灯 形成不远 所表现出来的 在这儿 在这儿有一个顾法 对方来手 掩住以后 贴着对方的手 上步 撞拳 是这样一个动作 换步 专批掌 传统名叫 金鸡丝把 左脚收至右怀 里侧下落 右脚随之提起成 右提步 同时 两小臂回拉 右拳收至右腹前 左拳 经腹前 胸口向上 向前钻拳 目四左拳 右拳向前 右脚向前落步 呈右三体四步 右拳小臂外拳 上钻至 左拳上方时 梁拳 内旋 变掌 右掌向前下 批出 高于胸平 左掌收于 左腹前 左脚收提于 右怀处下落 左脚提起成 左提步 同时 两掌变前 左右拳 拉至 腹前 经胸前 向前上方 转出 左拳 停于 左腹前 全心向上 左脚 向前上一步 呈左三体四步 同时 左拳变掌 向上 经右拳上 向前 批出 右拳 回收 右腹前 全心向上 目视 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上步 右绷拳 传统名叫 金鸡卓米 左脚 左脚前 前上半步 右脚向 左脚 并步 同时 左拳 向前 崩出 右掌 微 曲 内收 扶于 右小臂 内侧 掌指向上 目视 右拳 还有 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金鸡私把 金鸡左脚 是十二星专 第一星的 两个比较简单 它这个畸形,因为动作内含丰富, 尽力变化较大,所以也被列为传统拳套路之一 在这个施把的时候,做出两批掌 在左右权变掌,掌变权的时候,要跟地紧凑一些 所以它演练的动作应该是,上体要有开河 反映金鸡,两个鸡在打架的形式来 金鸡作米,前蹚住一脚,后脚也得后蹬地也厚 同时前蹚,两脚要同时落地 两脚同时要落地 这个劲儿的,不能打后脚发劲 这就不敢踏了 你前脚倒地,后脚没跟上 你还要跟后脚去配合前拳的发力 这样,就慢了一盘不是半盘的问题了 这个反应呢,鸡在抢时的时候 往前一抢 脚倒,嘴倒 反应这个情形 每一路都是泪子状态 向后方横称一步 脚尖略内扣 左脚跟外称 两腿称半马步 同时右拳便掌 曲肘横架于头右上方 掌心向外 虎口向下 同时左臂内旋 掌心向外 向右下方称安 立打掌根小臂 牧师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提步查掌 传统名叫金基上架 左脚向右脚外侧前方上一步 右脚随之跟进成右提步 同时右掌向前上方画虎后 曲蹄 经右肩前向左胯前 斜插掌 掌心向上 牧师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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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上步右调掌 传统名叫金基报销 右脚向前上一步 左脚跟印成重心在两腿中间的右身体四步 同时 右掌贴身 由下向前上方 挑打 臂微曲 虎口高于梅棋 掌心向前 立达右小臂上侧 左掌 贴身下落 回首腹前 掌心向下 牧师右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金基斗铃是反映这个老鸡在吃食的时候 别人要是一旦欺负他的话 他把身子一歪一个膀子打向对方 是反映这个形式 金基上架是说 他一下蹦到鸡窝上 单腿独立 反映的是这个形态 暴晓上架 这是上架 暴晓就是说 天鸣时攻击打鸣 暴晓的意思 这个动作要连贯起来练 一个选择紧凑 再一个 才能反映真正的基地清零 和这个耗斗劲 在这有一个缩伸的过程 折腰 钻提 这个时候 虽然是往后侧身 但是这个左胯 左小臂外侧 都应该是有打法的 有尽力的 接着 往前 开 盒 再报销 再报销 是这么一个动作 一个是说 两手要相辅相成 再一个要跟腰合上 不 过 没 无论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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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步穿皮掌 身体右转 右脚向后侧一步 同时 右掌内旋掌心向下收于右腑前 左掌向前 经右掌下向前外旋边穿掌 掌心向上 高于胸平 上体右转 左脚内扣 右脚外摆 同时 右掌随转体经胸前向右前插掌 掌心向下 高于胸平 左掌收于左腰侧 掌心向下 目视右掌 上体继续右转 左脚向前一步 同时 左掌经右掌下前穿掌心向上 右掌收于右腰侧 掌心向下 上体右掌 上体右转 上体右转 左脚内扣 右脚外摆 右脚外摆 同时 左掌趋走收于左腰侧 右掌从腰部向前平穿 两掌心向下 高于胸平 右脚后侧一步称 左三体四步 同时 左掌经右掌下 上向前穿掌 右掌收于右腹前 目视左掌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这个穿掌动作是 行拳比较典型的 指前 打后 在转身 微射前方的一个动作 所以 在转折的时候 要 摆扣脚 灵活 这个动作 转身 欲 上肢 发力 要结合 密切 校整 这个动作 要反映出快速 清零来 半马步 撑走 传统名叫 提水式 左脚后收至 右怀里侧 同时 右掌向前撩 掌心向前 左臂 曲肘内收 掌变拳 两臂在身前 十字相交 左拳在里 右掌在外 左脚向前一步称 左三体四步 同时 左拳 曲肘外称 全心向左 停于 左膝前上方 右掌 变拳 收于 右腹前 全心向上 向里 目视 左前方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收视 上体略右转 右脚不动 左脚微内扣 同时 两拳变掌 两小臂外旋 向左右两侧上举 掌高于眉旗 目视右掌 两掌曲肘向内 经体前下按 两腿并不直立 两掌下垂于 身体两侧 呈立正姿势 两脚以脚跟为轴 向右掠摆 身体转向起视方向 目视前方 请再看一遍 请看侧面 请看侧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的讲解和演练 希望行义拳爱好者 真正在掌握 行义拳动作规范的基础上 去精炼每一个 典型动作 最终展现 自己的不同 演练风格和尽力 为行义拳的 继承发展 做出我们的贡献 做此教学篇 肯定有不少披露 但是我们希望通过抛砖引玉 把行义拳 发展到新地 更高的层次上 我们共同努力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